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求祢尽早地降临 让我们用信心变成眼界 当云卷起来 主啊祢在天空中显现 号筒会吹起来 主耶稣要降临 每一次我们白饼聚会 提醒我们主耶稣的应许 主耶稣说 我不再喝这个葡萄汁等到跟你们在神的国里头喝新的日子 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敬拜祢 祢是世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传扬者 我们感谢祢 祢拣选我们 做祢的见证人 祢做祢的仆人 主耶稣 我们承认祢是教会的元首 祢爱祢的教会 祢为教会写子 我们求祢洁净祢的教会 用水及着道把我们洗净 请祢今天早上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我们祷告奉耶稣得圣的名 耶稣 当人向你提到启示录 我不知道你想起什么 有不同的反应 有说我不明白这个书 我没有读过 很难的 或者有人说我真的希望更懂 懂这本书 里面那么多的异象 很好的一本书 有很多人花了很多时间去理解那个异象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求主当我们读这本书启示录的时候 给我们那个正确的态度 圣经里头最后的卷书了 告诉我们在圣经里头 在旧约历代里头 神所应许的如何应验 一个非常荣耀的结书 为着有些弟兄姐妹 我们有一个简单的复习 为什么我们要读启示论呢 有四个方面 需要常常被提醒 因为我们常常健忘的人 每天我们早上醒过来 我们忙忙碌碌的一天就忘了 也许现在你也在想 明天我的计划是什么呢 我的功课 我的工作要到期了 我们需要给神提醒 到底世界的结书是如何的 我们到底留在地上是为什么 第二方面 我们需要明白主的旨意 不做愚昧人 记得保罗在以弗所书说 不要做糊涂人 不要糊涂 没有神的圣灵的帮助 没有神的话语 我们会糊涂的 第三 我们需要准备好自己 今天就在这个时候 你有没有预备好主耶稣要回来呢 如果祂今天回来如何 第四方面 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 这个是有福的一个应许 我们读了要蒙福的 主应许了 我们读了 又遵守的 我们会蒙福 在启示录里头有七个的祝福 第一个就是读了 又守着其中的应许的 要蒙福 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 我们需要知道如何理解其中的内容 圣经的学姐分开了四个不同的解经的解释启示录的方法 第一个是一个过去 过去式的解释 就是说里面所记载的 就是过去的时候已经发生了 应验了 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已经发生了 第二个是一个历史诗的解释 从历史的角度 部分已经应验了 部分在进行中 还有些没有结束的 你看历史的时候 你看见那个预言是一部分的 慢慢的在营远 我们今天会谈到其中一部分 第三个是未来诗的解释 没有发生 还没发生 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第四个是灵异式的解释 我们只需要看灵异方面的解释 就能理解了 我奇怪 我觉得很有趣 人家用不同的标题名号来解释启示录 其实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 最重最重要的 主耶稣已经告诉了我们了 启示录19章第10节 当约翰要敬拜天使的时候 天使说 天使说 千万不可 你和我 必然是为耶稣见证的弟兄同是仆人的 你要敬拜神 因为预言中的灵异是为耶稣作见证 所以无论我们读那一章 我们读什么的异象 我们需要回到主耶稣面前 不要因着那个神社的异象 觉得哦 晕了 读不懂 看见主耶稣没有 只是要看见耶稣 应该是我们每一个聚会 我们每一次的目标 今天早上来 准备来教会 我不知道你想什么 你来要见人吗 见朋友吗 跟朋友谈谈话 聊聊天吗 还是要来敬拜耶稣 要见耶稣 今天我们要读启示录的第1章第9节到第2章的11节 我大概分了三个段落 第1章的9到20节 人只在金灯台中 第2就是写给一副所教会的信 第3就是写给世美拿教会的信 我们先看第1章的9到20节 先读英文 请读英文的弟兄姐妹一同读英文 然后我们读中文 我们先读英文的弟兄姐妹一同读英文 《Smyrna》 《Pergamon》 《Phyatira》 《Sardin》 《Philadelphia》 《Nlyodese》 I turned around to see the voice that was speaking to me And when I turned, I saw seven golden lampstands And among the lampstands was someone like a son of man Dressed in a robe, reaching down to his feet And with a golden sack around his chest His head and hair were white like wool As white as snowed, and his eyes were like blazing fire His feet were like bronze glowing in a furnace And his voice was like the sound of rushing waters In his right hand he held seven stars And out of his mouth came a sharp double-edged sword His face was like the sun shining in all its brilliance When I saw him, I fell at the feet as though dead Then he placed his right hand on me and said Do not be afraid, I am the first and the last I am the living one I was dead And behold, I am alive forever and ever And I hold the keys of death and Hades Right, therefore, what you have seen What is now and what will take place later The mystery of the seven stars that you saw in my right hand And the seven golden lampstands is this The seven stars are the angels of the seven churches And the seven lampstands are the seven churches Thank you 請弟兄姐妹一同读中文 第九节开始 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 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 为神的道 并为耶稣做的见证 曾在建民教巴默的海岛上 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 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 如同吹号说 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 达语以赴索、四美拿、别加磨 推呀推拉、扎底、飞拉铁飞、老底家 那七个教会 我转过身来 看见是谁发声音与我说话 即转过来 就看见七个金灯台 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 身穿长衣及垂到脚 中间梳着金带 他的头与法皆拔白如羊毛、如雪 年母如同火焰 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的 声音如同种水的声音 他右手拿着七星 从他口中 面貌如同热日放光 我一看见 就扑抖在地的脚前 像石的一样 他用右手托着我说 不要惧怕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又是那传活的 我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 直到永永远远 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 并将来逼成的事都写出来 论到你所看见 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 那个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 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感谢主 约翰开始写信给七个教会 约翰开始写信给七个教会 这是约翰,已经年老的约翰 绝书的使徒当中最后活在地上的那一位 那个时候他已经超过九十岁 一个非常忠心的仆人 当然对罗马的政府来说,这个人是一个头疼 他们要杀他 但有顾虑,所以把他放逐在一个海岛上 想象一下一位老人家 教会到底发生什么呢 你的同僚,你的同伴都已经寻到了 那个时候教会的情况不是非常的好 罗马的政府,罗马帝国一直逼迫基督徒 这个老人家,孤身人在一个海岛上 你会感到孤独吗 你会生气 你会怀疑下一步又怎么样呢 或者看看教会的情形,你会失望吗 他没有 当主日 当主日,约翰纪念主耶稣 他在主日的时候,他面向那个七个教会 在小亚西亚的地方 那个时候,所有人都敬拜罗马的王帝 他敬拜独一的真神 他顾虑的是这个真实的国度 我相信他在为教会祷告 所以在灵里头,主耶稣就向约翰显现 他听见大的声音,想号一样的 主就吩咐他,你要写信给七个教会 当时候在小亚西亚是真实存在的七个教会 当然超过七个教会 但在启示录里头我们看见很多个七 七这个树目代表完整 我们知道这封信当时是给那七个教会 也为后代一集不同的教会来写出来的 12节他转过身来 要看看谁跟我说话呢 他所看见的是七个金灯台 我们对金灯台印象可能不深 但对约翰来说他是犹太人 他知道灯台就说到月桂里面的灯台了 他熟悉旧约 这个谈到夏加利亚书 说到那个金灯台 有七个灯台 更重要的,在灯台中间有一个像人子的 这个重点不是那个灯台,反而是灯台中的人子 灯台好像一个背景一样 所以约翰看见第一个异象就是主耶稣 在启示录里头有七个人说八个很重要的异象 但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约翰看见复活的主耶稣 主耶稣现在在那里 如果你的朋友问你,你相信耶稣的,但耶稣在那里 你怎么回答呢 你常常说,哎,主耶稣住在我心里 当然是真的 但比这个更多能说吗 约翰看见 他看见耶稣人子在灯台中,在教会中行走 教会有很多的不同的称呼 这里说是金灯台 旧约里头说的灯台 新约我们说教会 他们是对等的 就说明教会在地上最重要的是为神发光 就是为神和神的话来做见证 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我们聚在这里呢 教会在地上为什么存在呢 如果你能理解这个,你对教会的态度会不同 前圣旨我听见有基督徒说 我不喜欢我所在的教会 我要开一个新的 容易啊 特别在澳大利亚 如果你开一个新的教会 所以没人会逼迫你 当然你也许要注册 你去ACNC注册 就可以开始了 找一个地方在家里头租地方也可以 我们有教会了 当然外面这个是容易的 但你真的知道神眼中的教会是什么吗 是很多的活动吗 还是神在中间,祂作为为首 教会怎么能成为金灯台 为神发亮做见证 这里说是一个金的灯台 是说是纯金 不是镀金,而是纯金 说到那个材料是纯金,没有参甲的 说到神的圣洁 说到神的圣洁 人挤出现 人挤这个词也许我们不太明白 但约翰很清楚知道是旧约的神之预言的弥赛亚 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十四节清楚地说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 看见有一位像仁子的驾着云从天而来 被领到滚骨常在的者面前 得了权柄、荣耀、国度 使国、国方、各个、各族的人都侍奉祂 祂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弃 祂的国逼不败坏 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 当然在新约里头,我们看见主耶稣常常称自己人子 但这里,但以理所看见的是要来的弥赛亚 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当然我们常常经验主的时候,我们想起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他没有加形美容,他没有什么叫我们看见的时候羡慕他的 或者我们记得耶稣在雅各书里头记载的那个良人 但这里约翰所见的是不同的一位 不是不同的人,是不同的方面,他不同的属性 我们看他的衣服 我们看见人体显现的时候,他所做的 我们知道他是显出来是个大智识 因为在旧约里头,我们知道是大智识的责任,要保证灯台一直发亮 好像希伯来书所见的,主耶稣就是那个大智识 他在天上的会幕来服侍,他照顾那个灯台 希伯来书三章六节说,但基督为儿子,他治理神的家 主耶稣在荣耀里 他就解释 我有七星在我手中 这个七个金灯台代表教会,七个教会 主耶稣基督为神的儿子,他要治理神的家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 谁在教会中治理 谁是真正的领袖 是人,是一群人 还是主耶稣自己 当主耶稣显现的时候,约翰发现主耶稣是非常闪亮的 其实约翰曾经看见过荣耀里的耶稣 在变化山上,他见过的 他很幸运 跟雅各和彼得,三个人在山上 这个在三个福音书都有记载同一件事件 其中一个记载在马太福音17章12节那里 一到二集说 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 安安得上了高身 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 脸面光明如热头,异常洁白如光 其实你看见荣耀 你很难用言语来描述的 别说主耶稣在荣耀里头 很难用言语描述 有时候你看见一朵花,非常漂亮的、灿烂的、盛放的 我看见一个非常漂亮的花,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你想告诉人那个花多漂亮 你要对一个瞎眼的人描述,这个花是很好很好看的 他也许从前能看,现在看不见了 你使用这个颜色是什么样的,开放的时候是什么的形状 你只能尽量地说得清楚,如同这个,如同那个 你能真实地完全地感受得到我所描述的吗 有没有去过大峡谷 或者去南山那个三姐妹的石头 如果你觉得这个非常好看,这个山市很好,很宏伟 等一等你去美国的大峡谷,完全不同 如果你要形容这个宏伟的景象 你只能说非常的壮观,太漂亮了,宏伟 在变化山上,门徒有一个很短暂的时间,看见主耶稣的荣耀 但以理书也形容他看见神的宝座的情形 但以理书也形容他看见神的宝座的情形 但以理书10章6节说他身体如水窗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 他的手和脚如同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同大众的声音,大水的声音 当神显现的时候,人所能看见的,他是如同闪电,如同火把一样的闪亮的铜 这个很重要,因为往后的七封信 主耶稣的说话首先是启示他是如何的一位复活的主 我们说了,他是大智师,他照顾那个灯台 也是启示录1章13到16节那里说,他的松肩捆着那个金带也是代表那个大智师的形状 他的头和法皆拔,白羊模样,这是代表他的圣经 那个白是期间没有的白,没有能比拟的 很难想象白,白到什么程度呢 比白更白的 他的眼睛像火焰一样 我们知道是说到神是见察人心的 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隐藏的 你可以欺骗人,你可以欺骗自己,但你不能欺骗神 说到他的脚,脚说到他的审判 我们知道有一天审判要临到世上,也临到神的家 启示录开始的时候主耶稣有七封信写给教会 就说明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 那个铜,但以理书说到他的手和脚都如同光明的铜 他的声音如同中水的声音 你逃不逃过 你能听见的 那里说,主耶稣的右手拿着七星 在神的手里是非常地稳妥的 如果你要牢牢地抓住什么东西 有时候孩子抓住什么东西,你打不开他的手 神把我们抓在他的手中 都是在他的权柄以下 他的选择,他的保守 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他的手中夺去 神有绝对的权柄 这里说七个金灯台就代表七个教会了 主耶稣的面貌符合里头,他的面貌如同烈热放光 对我们人类来说最光的是太阳 我不会建议你长时间看着太阳 所以约翰就形容主耶稣的面貌如同太阳,是非常地光亮的 弟兄姐妹 你对福活的耶稣,你的领会了解是什么呢 我感谢主,如果有这个心在服侍主 但请你知道主耶稣是谁 这一段告诉我们,侍奉的人必须要看见荣耀复活的主耶稣 他在教会中讲全 认识主 主耶稣希望你认识他 不知道知道关于他的事情,但你看见他 好像约翰看见一样 当然我们需要像保罗这样祷告,求神赐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让我们真知道他 你知道主耶稣复活了吗 他告诉你 就在这一段他已经清楚地说明 我曾经死过 现在又活了 要活到永永远远 这一段把约翰提起来 主耶稣说你不要惧怕 我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我活到永永远远 主耶稣现在就在教会中讲全 从另外一个角度 请不要在教会中夺主的权 以为自己是谁 无论你多有恩赐 无论你成就了多少的事工 主耶稣是在教会中掌权的那一位 我们看第二段 写给一副所教会的信 启示录写的七封信是真实地存在在小亚西亚的地方的 在屏幕上一个七封信 气蓄就是像一个clockwise 顺时针方向的走一个圈 第一个就是以夫所的教会很靠近宝墨海岛的 我们应该在爱琴海中间 然后就是士美纳的教会了 有圣经的学姐说 以夫所的教会是个没有爱,吸取爱的教会 然后士美纳就是受逼迫的教会 那贝加摩就是一个妥协的教会 推亚推拉是一个腹白的教会 撒迪是一个死的 菲拉铁菲是个中心的教会 拉铁菲是个不冷不热的教会 现在我们还能找到以夫所教会的遗址 这个图是其中一个 另外一个教会在以夫所的地方 我们一同读那封的书信给以夫所的教会 先读英文后读中文 OK, let's do it now To the angel of the church in Ephesus write These are the words of him who holds the seven stars in his right hand and walks among the seven golden lampstands I know your deeds, your hard work and your perseverance I know that you cannot tolerate wicked men that you have tested those who claim to be apostles but are not and have found them false You have persevered and have endured hardships for my name and have not grown weary Yet I hold this against you You have forsaken your first love Remember the height from which you have fallen Repent and do the things you did at first If you do not repent, I will come to you and remove your lampstand from its place But you have this in your favor You hate the practice of Nicolaitans which I also hate He who has an ear, let him hear what the Spirit says to the church To him who overcomes, I will give the right to eat from this tree of life which is in the paradise of God 好,我们一同读中文 你要写信给已父所教会的使者说 那右手拿着七星 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酒地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 也知道你不能忍耐恶人 你也曾经实验了 只称为使徒 却不是使徒的 看出他们是假的来 你也能忍耐 曾为我的名劳苦 并不罚倦 然而 有一件事 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所以应当回想 你是从哪里坠落的 并要悔改 行啊 起初所行的 你若不悔改 我就要临到你那里 把你的灯台从圆去挪去 然而你还有一件事 是可取的事 就是你恨恨尼格拉一党的人的行为 这也是我所恨恨的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 得胜的 我必将神乐神中的生命书的果子 吃给他吃 感谢主 第一封的信 写给教会的使者 有人问教会的使者是谁呢 明显不是天上的天使 是在教会中的使者 原文说这个是一个传信使人 圣经的学姐说是教会里头的领袖 在带领教会的 不一定是长老 不一定是执事 但在属灵上在带领教会的 主说我是手中拿着七星的 你知道祈福所的教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教会 看看他们 他有忍耐也勤劳 记得使徒约翰说 我跟你们在主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头一同有份吗 三方面 患难、忍耐、与福所教会都有 他们也非常好 他们不能容忍恶人 看得出谁是家事 非常好的一个教会 第三节说 你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 并不罚卷 很难的没有罚卷 打不败它的 多美好 我们忍耐、我们受苦 够了、不要了 我累了 我不要了 让我休息一下吧 如果有一天有人来到我们教会 说到他认识的神学观 或者他对教会或者基督徒应该有的表现行为 你能够试出他的真假吗 有人说主耶稣已经回来地上了 传福音最重要是传神的爱 别谈罪、别谈审判 别说地狱 如果说地狱就是太不可能了 你不说神职 没有童女生孩子 没有复活 这个科学上不可能的事啊 不可能 这一类的讲法 在以弗所的教会 他们能分辨也能把他们赶走 他们外面也受了很多的压迫 他们忍耐、再忍耐 弟兄姐妹,这个一点都不容易 有时候邀请弟兄姐妹来教会 参加聚会 我累啊 我没时间了 真的太辛苦了 邀请你做这个 找谁吧 别找我 最好的借口呢 我没有恩赐啊 有弟兄说 你如果在教会打扫卫生 你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恩赐的 我们需要恩典 一直需要祂的恩典 但有时候 这些事情是 说出你到底有没有卫生 你爱教会吗 你爱弟兄姐妹吗 第四节 对以弗所的教会 这个非常重要的第四节 我有件事要责备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离弃 不是丢掉 你吸了什么东西找不到 也可能 你可能想来想去 到底放在那里找不到啊 这里说是离弃啊 就是从A你离开了 我不要了 你用别的东西来代替了 说到爱 保罗写给以弗所的教会 以弗所书里面 我们知道以弗所的教会 他们得到最高的启示 关于教会 关于基督 他们的启示是最高的 在以弗所书里面有二十次谈到爱的 我们知道我们在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 因着神的大爱 祂拯救我们 叫我们活过来 保罗也说 我们需要在爱上 有根有基 但我们认识主耶稣 认识祂的爱 是何等的长活高深 如果弟兄姐妹 你回去再读一幅所书 看爱这个字 你发现很多气出现 我想你留心这个字 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 回想你从那里坠落的 主耶稣明说你错了 你错就错了 祂给你一个治疗的方法 差不多每一封书信都有这个情形 祂介绍我是谁 祂说我知道我也看见 告诉你你们中间发生什么事情 那么解决的方法是什么 然后鼓励悔改得胜 二章五节 行起初所行的事 什么是悔改呢 停止 然后转过来 一个三百六十度的转过来 一百八十都够了 行起初所行的事 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 我们谈到爱 我们说到感情啊 我们里面的感受啊 需要比起像爱啊 很温柔的 但这里说的是神的爱 我们需要爱神 像主耶稣所说的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呢 旧约里头生命记已经说了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主你的神 约翰医书我们也知道 不要爱细节和其上的事 人若爱细节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同一个约翰 他写信来提醒我们 你有没有刁掉你对主的爱呢 你有没有追求别的事情 或者让别的事情在你心目中夺去主的地位 举一个例子 爱世界 你爱世界的话 那爱父的心就不能够在你里面了 你可能还有很多的活动 好像以夫所的教会 今天我们不是要谈爱 但提醒我们 爱神 所以感谢主在我们的教会 我们每一个生期 我们聚集 我们纪念主 我希望弟兄姐妹都能很简短地把我们的爱 对主的感谢向他表达 免得我们对他心变冷 对以夫所的教会 以夫所书最后一节的圣经 6章24节 愿所有诚心爱主的人都蒙恩惠 中文说诚心爱主 英文说一个不喜的爱 这个是基督教 基督徒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个教会得到那么高的启示 但主要问到底有没有这个爱 这个爱还存在吗 保罗 保罗那个事公那么大 明前16章22节 保罗说 若有人不爱主 这人可咒可作 主逼快来 最后关于这个以夫所的教会 谈到谈完爱 就马上到那个尼哥拉党 神说 我也恨恶这个党的行为 以夫所书 对不起 使徒写给以夫所的教会的信 不是完全关乎爱的 也称赞他们 那么这个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党呢 有几个不同的解释 一个可能 那个尼哥拉党 从那个初期的教父里头的书信说 是那个使徒行传里头有记载的 其中有七个的指导 有一个叫尼哥拉党 后来他变成一党 他们所做的跟基督徒 别的基督徒所做的不同 他们没有越书的能放纵 可以淫乱的事也是允许的 可以吃既偶像的物 另外一个解释 另外一个解释 尼哥拉党就是要征服别人 在教会里头就有很不同的层次了 那个是开始有教父 有平信徒 另外一个解释 就是尼哥拉党 他们提倡那个 奘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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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倡两件事情 灵跟魂 灵是高高在上的 身体是不重要的,卑微的 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的身体所做的事情不重要 各样的坏事,淫乱的事,应该在你身体发生的不重要,可以进行 有些Gnostics说,因着灵是高高在上的,他们有些人认识属灵的事情,但你不懂 但圣经里说,因着你恨恶这个尼科拉党,主耶稣有恨恶的 以弗所的教会得到羞恥 弟兄姐妹 你也恨主所恨的吗 我们活在这个充满妥协的世界 没有绝对 做什么都可以 同意的就可以了 没有结婚前的性行为 我不高兴,离婚 再婚,三分,四分,五分 你看事情的时候,有没有主的心呢 谈到爱 主也谈到恨 我们不喜欢提到恨这个词啊 但这个封书信里头有写恨 然后加拉太书,保罗也说有人传别的福音 恨不得那些假扰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 我们有神的心吗 这一段一个总结 服侍主必须要见基于爱主 爱他所爱的,也恨他所恨 基督徒是充满爱心的人 我们欢恕宽恕都忘了 应该是这样嘛 但请你记住 记住同时,我们也要恨神所恨物的 不然的话,都慢慢走向那个美国那个 爱是一切 这个说 美国的总统,他赞成同信念 爱是一切 你会爱你的身体到一个地步 有爱细胞也保留吗 不会的 有害的,我们需要处理 闻到使米纳的教会的信 一个古老的教会 非常有名在医学,在科学方面的发展 是挺有名的 是一个遗址 是一个遗址 我们一同读 这个 是一个遗址 好,中文我们放在屏幕下,我们就不同读了,省一点时间好吗 这个教会是一个受苦的教会 只有四节的圣经 但主耶稣没有责备任何的事情 主耶稣说,我知道 我知道你的患难 你的贫穷 外表看来是贫穷 但主耶稣说,你是富足的 这个就够了 有时候我们受苦的时候 我们被死之下的时候 主耶稣说 我知道你的患难 这个可以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往前走 不论人什么说你 你在神面前富足吗 我们需要回到主面前 有些人,他们是撒旦的,一党的 他们到底是谁呢 他们是犹太人 有不同的解释关于这些围谤的人 我们知道在第一个世纪 很多的犹太人不同的地方 一直追着基督徒来逼迫他们 那个时候 罗马帝国其实他们对犹太人挺优待的 他们以为基督徒是犹太教的分支 所以对基督徒是放松的 但后来他们知道基督徒不是从犹太教分支的 就开始逼迫基督徒了 主耶稣说他们是撒旦一会的人 那时候会堂是犹太人的测试 但变成撒旦一会的人 就说明他们的行为 他们所信的 他们所做的 传的 都是从撒旦来的 是违背神的 当然他们不是在传福音 但因着他们那个世纪那教会 他们站稳 那个时候罗马帝国要求基督徒要敬拜罗马的王帝 敬拜罗马王帝凯撒像神一样 你要做些事情来讨罗马帝国的喜欢 但基督徒没有这样敬拜 所以受了很大的逼迫 主耶稣鼓励 你不要害怕 要窒息中心 在教会历史里头 市民拿教会那个年代 这个是我们第二个的看法 历史诗的解释 这里所有你要患难 受患难十天 我们知道石敏拿的教会 他们受逼迫十年继久 非常厉害的逼迫 用一个故事来结束 有一个第一世界的教父 玻璃夹 他是市民拿教会的主教 他的故事因着很多人都写下来 所以你的真实程度很高很高 那个玻璃夹呢 他是使徒约翰的门徒 约翰死了 玻璃夹他寻到的时间大概是公元一百五十八年 罗马的兵丁要求他 你年老了 他们有一次要抓住他 但有人希望我把他放过吧 某某的兵丁去要抓拿他的时候 就发现原来他年龄那么大了 他们也奇怪 这个人那么的勇敢 这个年老的人 我们干嘛要那么的着急要抓拿他呢 那些兵丁来的时候 玻璃夹就站着祷告 因为他们在深夜的时候去抓拿他 玻璃夹就说你们一定饿了 他准备很多的食物来招待那些兵丁 也要求给我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能祷告 他一直在祷告 祷告了两个小时 那时捐拿他的兵丁说 你敬拜凯霞吧 你奉献些聚物 那么你就可以不死了 有什么问题吗 开始的时候他没有回答 然后说我不会这样的 然后就受到很多的威想 你看看你年纪那么大了 你可以敬拜凯霞 你说了一点什么东西的 我们都要放过你的 他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回答 我服侍主耶稣八十六年 他没有对我什么不好的地方 我怎么能够出言敌伪我的王我的神呢 他们说我们有野兽等着你哈 他也说可以的 我们把你放火火火的消息 他回答也是非常感人的一个回答 他说你可以放火把我消息 但这个火很快就要失灭了 你不知道在勇士里头 勇士的火是不灭的 神的审判是严肃的 其中一个寻道者 在士敏娜的主教 还有很多很多出名的寻道者 这里就像士敏娜的教会里头说 他们要受万难十天 弟兄姐妹 做基督徒 我们会经过患难的 让我问你 你有经历患难吗 其实做人 我们都有患难的 做学生 做爸爸 做妈妈 你做工的 做祖父母 我们都是有不同的患难 但你受苦是为什么原因呢 主耶稣给的应许 应许得着生命的冠冕 这个生命的冠冕 在圣经里有出现两次 亚格书跟启示录两次提到生命的冠冕 说到你是经历试炼能忍耐的 感到冠冕 亚格说得非常美好 这个应许是给那些爱主的人 回到义父说 那个爱 不是忍耐忍耐 我忍耐因着我爱神 还有一个特殊的一个赏赐 生命的冠冕 弟兄姐妹 主耶稣应许生命的冠冕 要赏赐给那些向祂知识中心的仆人 这个赏赐 有些人以为我们信主了 我们的结局是完全一样的 不是的 有些人得到不同的响赐 中心的仆人他们得到的响赐是不同的 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现在面对的是什么困难什么的试验 我求得我们受苦是为着正确的原因 我们不希望受苦因着自己犯错或者别人的错 当然有时候神允许这样的话回到主面前 主耶稣说 我知道你的患难 这个非常的重要 求主帮助我们 透过这两封信 我们回到根基 承认主耶稣 有需要悔改的地方 有什么把我们爱主的心偷去的 有什么推我们去妥协的 求主帮助我们上他忠心 有一天他要问 你对我忠心吗 让我们祷告 亲爱的觉书 我们要向你承认 有时候我们让不同的事情取代我们爱你的心 有时候我们在外面很多的宗教的活动 我们以为就是爱你了 求你帮助我们明白 让我们看见你 看见复活里头荣耀的耶稣 你今天在教会中掌权 帮助我们忠心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好